另外台股方面呢 当然是也受到了QE的影响 而在电子股部分 苹果新产品延后推出 分析师就认为 这位让近期电子股表现不如传产股 分析师同时还点名了 纺织以及钢铁类股 可以作为布局的参考 更多的关盘重点带你来看 经济日报就是论事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